水土保持局 推出青年回農的這個計畫 其實就是提供很多的機會讓 有想法的一些年輕人回到農村來 因為農村經過農村再生這麼多年的一個努力 很多的農村都有自己的一個想法 或者他們的方向 他們的特色 像他在審計青春年輕人在這邊 他就提供一個店面 這個店面他有一些點子 讓年輕人不同的一些成果 或是一些產品可以在有人潮聚集的地方 在都市裡面去做一個展現 讓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說 農村一些好產品 而在這邊也可以做一些銷售 當這些年輕人有了經濟的收入之後 可以更長久的在農村做一個立足 跟發展也讓農村有更勇氣的發展的一個機會 我們是來自苗栗後龍的青農 那我們主要是成立一個農協力工作坊 然後結合附近的小農 然後還有其實農村 我們到農村之後發現很多婆婆媽媽阿姨 他們都會種很多菜 吃不完超多吃不完的菜 然後到處送人 然後我們就做梅盒 就幫他們賣這些菜 然後我們產品就有很多有機葉菜類 還有一些有機栽培的地瓜 然後也有一些婆婆媽媽阿姨 他們種的友善的葉菜 然後我們自己本身也有小番茄 有機的小番茄跟有機的香瓜 我們現在主要是用FB 粉絲團網路上做販售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一些職客 然後客人之間做介紹 然後還有一些新竹的公司行號做送禮的訂購 對 公康超市 公康超市今年開始引進水寶級推薦的 在地小農的這些商品 那在我們超市裡面獲得很大的一個回響 也是我們跟其他超市主要的一個差異法 那這次也跟勞工局 市政府勞工局災星清廉 那結合水寶級的一個清農 清農回流的一個專案計畫 那有很多好的商品 這些農村在地農村 他們回農以後推出的一些 一些自然的天然的有機的 產銷履歷訴求這些農產加工品 那我們希望能夠輔導他們 然後一起符合零售通路一個販賣的一種 一種規格跟做法 那從豐康超市開始示範 來推展到其他各個通路 因為他們是小農 他們要很大量到其他通路去販售的話 可能也不足夠供應 然後剛好我們47家店這樣的規模 剛好適合他們可以來做剛好 來測試 那好的話 在直播來發展他們的規模 然後供應到 到全部的全國各地的通路 請啟動 來 青年回農再審計 你農我農停在地 按一個讚 大家要往前 我們